回到節目現場 要趕快來請教這個乙姓委員 委員跟馬前總統比較熟 大家都很好奇 是怎麼大家問著馬英九 有關於中國的問題 上次之前黎晶英被逮捕 馬前總統第一時間也是說 他真的不太了解 好 這次這個台諜案 他也說他不太了解 那他平常到底都在了解什麼啊 委員 這一件事情 如果馬前總統 他是今天早上回應的話 他說這個話就很奇怪 但是剛才那個畫面 他其實回應這個是在昨天上午 昨天上午 而且是第一個活動 在華僑節的慶祝大會 他去致辭 我也去那邊發表專題演講 早上九點多不到十點 然後他離開會場的時候 媒體就圍著他在問問題 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國民黨改名的事情 他回答比較久 接著要走了 又有記者突襲問他說 那這有類似的這個問題 他那時候實際上沒有 他真的也不了解說是什麼狀況 於是他就說如果有司法的人權的問題 要關鍵 事實上我想當時大多數的記者 也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連我也不知道說隔天報紙 會有這麼大的新聞在這件事情上面 但前一天晚上新聞做很大 會員 我自己本身並沒有 而且當天早上其實都是頭髮 全部都是 對啊台灣 是昨天早上 那是李孟居 昨天早上 沒有沒有沒有 一樣就是同樣李孟居 然後上面就是百明台諜 那我想這個東西 就是昨天馬總統 他早上在接受這個的訪問的時候 那是很快的一個時間 因為要走了 然後突然又被拉下來回答 我不認為他是在一個很完整的情況下 在回答這個議題 但是我想重點在哪裡 在於對於司法人權的關切 而司法人權關切 事實上也是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當中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第一個我是認為說 昨天的那個時間 他在回答的時候很簡短 第二個談到國民黨 那這事實上就是說 我還不知道說 江引誠主席在什麼狀況下被訪問到 但是國民黨的新聞稿 就可以很清楚的代表國民黨的立場 所以國民黨的新聞稿 事實上也是要求這件事情 必須要公開透明 要符合正義的角度來做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也不用看短 要看長 因為這件事情還在發展 還在演變 事實上再過來怎麼面對 再有這麼多的台灣人 在這個地方被關押 我們要如何去後面的處理 這個是我們現在要關注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現在 事實上中共在這個時間點做這個事情 有一石二鳥的一個可能的企圖 第一個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他在大內宣 在這個時間點 接著他們自己的十一的慶祝到我們的國慶日之後呢 來一波他們的大內宣 來強化他們打台獨的這個力量 但是另一個角度呢 事實上我覺得他也是對我們政府 有了一個更強的一種逼迫 也就是說現在既然有這麼多人在他手上 台灣政府一定要來談 而這時候來談就有兩個可能的模式 第一個是我們剛才一直講的 能不能夠回到兩岸司法互助協議 既有的架構當中 循制度來處理 這個是他第一個也可以觀察 我們政府的一個選擇 第二個 是不是像陳同佳案 可能要另辟蹊徑 另外找渠道 那這是不是現在蔡政府的態度 所以他今天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某種程度也是讓我們的兩岸政策 在實務上面必須要很清楚地展現出來 你到底要用什麼方式來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其實他或許有不同的目的 對我們政府來說 事實上現在也面臨到一個實際上面的壓力 如何來解決 如何來解決 我簡短回憶一下 好 來 請委員 我覺得台灣人都知道 對中華民國對台灣主權跟安全最大的威脅來自對岸中國 是 所以對於中國對岸的一舉一動 我想不管是行政官員 或者是國會議員 有決策權的人 都應該要充分掌握 及時掌握 全盤掌握 所以特別當然曾經擔任三軍統帥國家元首人 更應該有這種完整的這個知識系統 如果沒有完整的知識系統 你就不能去做決策 不能做判斷 你如果沒有辦法建構完整的這個資訊系統 知識系統 那最起碼你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資訊系統 像我一早起來 不管這個國內外的重要大事特別兩岸關係 我一定要分析清楚 為什麼最近這個中國有這種作為 為什麼台灣人會被在鏡頭前面 這個要承認他的這個 這個顛覆國家的這些 一定有他背後的東西 大家不要忘了 這其實是習近平他的政權統治的兩大支柱 經濟保持穩定 國家保持完整 那目前這兩個都要遭受很強大挑戰 不管是我剛剛所說的 對新疆問題西藏問題 台灣問題 香港問題 他是比過去強硬 史上最強硬的 所以他必須要維持他統治的這個資助 維持他們國家的完整性 主權的完整性 另外一個經濟 經濟當然受到這個天然災害 受到這個政策的問題 也受到美中這個貿易或者經濟較量的問題 所以他經濟受到很大很大的質疑 所以因為兩岸支柱同時垮的話 他這個領導人的威信就沒了 那你這個power struggle 這個權力都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你會想到如果一旦這個權力中空或者權力失控的時候 他可能會用更極端的作為 比如說發動戰爭或者提高衝突的密度 或者提高衝突的強度 現在只是軍機 軍艦在高頻率高密度的軍演 但是未來如果逼急的 他兩大支柱可能垮了 經濟沒辦法拉上來 這個國家沒有辦法保全完整 他可能用一些猛要 他可能就是海外我就封鎖了 封鎖躲倒了 所以我們必須對他的一舉一動 要充分的掌握 像我們都是國議員 我想以信委員他也是國防 這個國際政治專家 我想他在這個國安委會有很多的觀察 我們大家共同的目標就是說 不管是執政黨在野黨 國家安全是我們的共識 確保台灣左權的獨立 確保台灣人民的安全 這是朝野的共識 那我認為說 我自己期許就是說 對於中國的所有的情況 我們必須隨時掌握 隨時掌握 我們必須第一方面 因為我們有相關的權力 能夠監督政府 能夠請政府做更好的因應跟準備 所以不要讓他中國這種溫水煮青蛙 最後癱瘓我們的這個準備的能量 癱瘓我們的這個人民的意志 所以我們想出因應的作為 這個至關重要 不管是前任元首或者現任元首 或者是你是行政部門官員 還是立法部門官員 我想大家都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資訊 來來最後補充兩句 幫馬總統講個話 我覺得也不要過度解讀 前三軍統帥 他對於各種狀況的掌握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就可以質疑 因為事實上昨天那個狀況 其實是很快速的 而事實上人很多很吵的情況之下 即將要離開的時候的 其中一個記者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聽得那麼清楚 然後馬上講兩句話 就要離開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完整的回答 我覺得不用在這個點上面 去過度的去凸顯 那馬總統在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 我想他的態度 這個未來都還可以持續的去檢驗 對於目前這個問題還在發展當中 我認為這個不應該是現在 外界過度解的 委員我是覺得 如果說馬前總統 真的前天晚上咔嚓捆 沒有收集到這些 沒有收集到這些新聞訊息 其實隔天早上被媒體讀問到 他說不太了解也沒關係 可是這個風波 也持續在延燒當中 但是到目前為止 馬辦好像也沒有發出 後續的聲明 當然這個我們稍後再繼續來觀察 可是其實馬前總統 是最擅長講說 他是擅長處理兩岸關係的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我們對面中國這個拍猝逼 今天早上 在距離金門 只有71公里外的海域實彈演習 這個挑釁意味真的非常濃厚 我們一起來看這段影片 解放軍演習遍地瘋火 聯合登陸演習和海軍實彈射擊 才結束 13號上午開始 福建省南部 古雷半島東側海域 又進行了火炮操演 警戒範圍從六澳半島 大堅山郊以南 沙洲到以東 最遠到橫嶼以南 和東側10公里以內海域 古雷港經濟開發區 管委會的通知還特地提醒 區域內漁船 在前一天下午3點後 就必須撤離 因為實彈危險 生命可貴 而演習區域 只在我國金門71公里外 12號一早 在空域見證的空井500 也一度接近金門30海里處 層層壓迫意味濃厚 台灣自我防衛力道 有望再提升 外媒路透社也在這時揭露 對台軍售的最新進展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的 核心議員已經接獲 國務院的非正式通知 有三項武器 國務院傾向同意出售 包括了海馬式多管火箭 增程型公路飛彈 還有裝備在F16上 可以及時傳輸 兼真情字的MS110 光電徵兆夾艙 而外界推測 無人機智慧水雷等其他四項 不久之後也將比照辦理 那如果說接到正式的通知的話 我們外交部這邊會對外來做一些說明 是美國政府也依照 對台六強保證和台灣關係法 持續提供我們防衛性的武器 那有關於這方面 我們對美國政府表達感謝之意 外交部正面看待後續發展 因對岸軍情籌獲新武器 也然是國軍戰力規劃重要拼圖 我們看到其實呢 最近中國除了派軍機 好在天上這樣繞台搗亂之外 現在又要在海上 進行所謂的實彈演習 要先來請教明玉姐的是 這次的演習地點 只距離金門大約71公里 這是非常近 所以其實解放軍的挑釁意味非常濃 這只能說是步步進逼 這四個字 就是除了就是說他們這個軍機 軍機就是一直前越海峽中線之外 那現在連這個外海都已經實彈的軍演 剛剛有特別在問過 這確實會對這個 比如說兩岸這個漁船的作業 會帶來一個威嚇 那至少你也要先這個 先事先宣佈一下嘛 讓雲民可以這個有 趕快撤離 對對對有這個防備 那必須要講就是說 他從這個軍機 這樣子的一個繞台 然後這個前越海峽中線 一直到現在的實彈射演 再加上最近 就是連續三天的這個台碟案 你可以說就是 所謂的文攻武嚇 全部都一起來了 他就是這樣的意味非常的濃厚 可是大家都會擔心說 其實我覺得 大家最擔心就是 所謂的插槍中 他這個是等於說是 有節奏的 一系列的這樣子的配合 比如說他會施出湧名嘛 為什麼要做軍演 要做這個軍機繞台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他除了要把我們這個 內海化 把這個台灣海峽內海化之外 他就是要做 配合這個間諜案 就是要跟這個大內宣 要跟中國大陸的民眾 自己的內部民眾講說 因為現在台灣就是要台獨啊 那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間諜匪諜都在你身邊啊 所以再加上美國的一個挑釁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這樣子的這個武嚇 就是說這個甚至去武統台灣 他要做這樣子的氛圍 去說服他中國大陸的民眾 就是必須有這樣做的一個重要性 事實上你去問啊 其實不只是台灣 其實兩岸 包括中國自己內部的民眾 他們願意要開戰 要戰爭的這個氛圍是非常非常 就是說大家的意願是非常的低 可是他就是要一直激起這樣子的一個意識 變成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嘛 從頭到尾就是要一直激起這種仇台的意識 他要去強化他的這種 就是說國家認同民族意識啊 坦白講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嘛 就是說從這個疫情開始一直到水患 他們的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 就是還在低迷當中 很多像李克強都會講實話啊 比如說像這個他們還有超過六億人 每個月收入是不到一千塊人民幣嘛 那還有就是說包括就是今年的經濟 是無法達標 李克強就突然講了實話出來 當然這個也是去打臉這個習近平啦 那他講了一個實話出來 你就知道說其實中國大陸的疫情 還經過這個水患 水患之後大家才覺得說 你根本還有良災的問題沒有解決 還有他的這個內政他沒有辦法 這個出口的話他開始就要做一些這個向外 然後激起這個民族情感的動作 所以你才會看到他到處挑釁 包括就是說中印邊界啦 那中越的問題啦 那美中台三方的關係啦 現在要文攻武嚇 所以我認為啦 就是說目前台灣的內部 他當然最主要目的 是需要動搖民心 你會怕我給你文攻 再加上武嚇 讓你台灣人民要害怕 那我會覺得說 現在我覺得台灣唯一民眾要做的 就是一定要團結 我覺得內部 譬如說你針對內政問題 大家這個打打 吵吵鬧鬧沒關係 當然可以質疑政府的施政 可以質疑民進黨 可是我覺得對外的這一塊啊 就是大家要 就是一定要這個團結 我們明星世界不會潰散 所以為什麼就說國民黨 又講到國民黨 不好意思 又講到國民黨 為什麼大家老是會批評 就是說你對於這種人權的問題 就算你沒有時事接到訊息 你總是要幫 講一兩句 那譬如說你剛剛講到黎智英 黎智英其實已經過很久了 黎智英過很久 你也沒看到馬前總統 再去做補的一個論述 就過了就過了 對 就是我覺得為什麼 會大家批評馬前總統的原因 就是說你每次都八分 哇你罵蔡英文啊 罵這個蔡政府啊 都罵的就送耶 就一直罵一直罵 後火全開 對 可是你每次講到中國 講到香港 講到人權的議題 我都要再去了解 然後後面就不了了之 這個就是整個比例的不對等 所以我們當然會希望 因為他是我們的前元首 也是前三軍統帥 當然 我當然不會希望說他繼續唱衰 當然你要帶領著 譬如你在藍營 你還是有些代表性 對我們希望看到他的態度 對 對對對 至少你也 曾經身為藍營的政治人 你也應該好歹要硬起來啊 對不對 我會覺得說這樣子 比較不會說曾經支持他 而不是就是 不會讓支持他的人失望 而不是只是 老是講說我會一直帥下去 帥下去不是外表好不好 是你的態度 態度我們更希望 兩者都要兼備他 對啦 對啦 你不停30秒 幫馬總統講的話啦 台灣議題 不是把風向帶到馬維拉 馬總統身上就是對的 現在人權的議題 是一個活生生血淋 實際的事情 我們在看大 政府怎麼做 台灣人現在被關押 怎麼拉回來 不是現在在這裡面 在吵馬英九總統 到底在說什麼 所以人權的議題 不是在嘴巴上面講的 是手上要做的 我們現在大家都 張大眼已經看 也希望這些台灣人 能夠平安的 然後能夠得到 這個合乎人權的對待 順利的回到台灣 這才是問題的重點 來 委員有話要說 我補充一下 其實真的沒有人會去管馬英九 到底對兩岸關係 他到底怎麼論述 因為畢竟現在總統不是他 可是問題是 他自己都會跳出來說 對 這個是以信要去跟馬總統說的 他還開研討會 我就說過昨天晚 昨天的狀況是 他突然一直到最後要走 還在問這個問題 是 為什麼 如果說從過去到現在 當他卸任之後 馬總統對兩岸的議題 他不再去涉入 也不會去論述 那我相信 媒體也不會去問他這個問題 大概頂多問說 他曾經是國民黨的前主席 所以就問他改名的部分 對 比較相關 對 相關 可是重點是 馬英九前總統在這一段時間 不斷地利用兩岸關係的議題 在刷存在感 即使不關他的事 他也跳出來 然後即使可能他講的話 已經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甚至很多國民黨的人都拜託說 這個馬英九總統不要再說話 不要再評論了 可是他還是繼續評論 所以如果說馬英九總統 從卸任之後 不再去談到兩岸的議題 我相信人家絕對 媒體也不會那麼的多於說 去問他這個話題 因為馬總統自己說 他要繼續帥下去 所以當然媒體想說 他應該是想要搶版面 就會去訪問他 不過來看到 現在台海的情勢 真的是蠻緊張的 包括看到 其實中國實彈射擊 已經距離金門大約71公里了 同一時間 今天外媒也是有報導說 其實美國對台的軍售 其中三項武器的授台計畫 已經通知國會要等待批准了 現在台美的關係是怎麼樣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來麻煩溫大哥分析了 回到節目現場 來請教溫生大哥的事 因為現在美國軍售 看起來是勢在必行了 之前美國也講了 希望台灣變成一隻刺猬 就像是軍事堡壘一樣 讓敵人難以攻打 溫大哥怎麼看 對這個七項武器 大概聽說有三項已經進入國會 對已經通知國會了 我想無人機大概第一強項 因為準備要軍售四艘 另外智慧水雷 所謂智慧水雷 大概聽說造價也很貴 但對於防禦台灣是有幫忙 特別是剛剛提到的說 福建這一次演習 它跟往年不太一樣 因為它出動的是無人的船艦 其實福建在1996導彈演習的時候 當時有個畫面出現 大概很多人大概都忘掉 大家可以調一下畫面 在1995 96年的文攻武賀演習裡面 他們有一個萬箭齊發 就出動所有的民兵的漁船來包圍 然後進出這個 廈門的這些貨櫃輪 突然間那個貨櫃打開 大概就是飛彈 就是武器 用這樣的演習來嚇台灣人 但是那一波 當然後來美國介入吧 所以它演習其實不是只有在福建 我覺得是它從東海這邊 一路下到南海 有點在怕美國跟日本 現在有五萬大軍 就在第一島鏈 也在演習 所以看門道 因為如果說中共真的要拿金門 不需要演習 他只要把廈門的水管關掉 現在金門人喝的水是廈門供應 他只要把水關了 我看大概一個禮拜就要數百起了 所以這個是演戲給大家外面來看 比較可怕的是這個 這個是第一次出現畫面的 巷戰演練 他們就是準備說 你看我們這個 有一支七十三集團軍 是專門針對台灣的 然後準備要跨海進入巷戰 這個比較可怕 這個大概所以我們這次國慶 也特別把憲兵的這些 比較激動的機隊都出來了 剛剛提到馬英九的 我補充一下 我聽了老半天你們都沒講到重點 馬英九本身他就是特務出身的 他從他外公秦晨智就是代曆手下 這是馬赫林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寫的報告 然後我們也看到一路大家在追馬英九的時候 他本身也是國民黨海公會在美國的算是一早期 所以對於這一些國民黨的特務系統 其實你問他什麼他都會裝帥 他知道他也不會告訴你 就像汪錫林他很清楚江南岸的始末 可是他顧左右而言他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不需要再去對馬英九 反而要注意的是習近平 各位要了解啊 中華民國總統跟對岸唯一有面對面真的在談判的 見面過就是馬熙慧 習近平為什麼最近動作那麼多 各位要看啊 剛剛一直提到說他到深圳 他學誰啊 他學鄧小平 鄧小平南巡很有名 大家都忘掉 中國走向開放改革開放 就是鄧小平下令 他南巡的畫面到現在是被引為樣板 習大大現在跟團派共青團 跟這些總理李克強在那邊鬥 他當然要取暖 他當然要下去深圳 因為深圳改革開放成功 你看這個鄧小平南巡 深圳寫了多少毛筆字 當然習大大的毛筆字我們還沒看到 但是他動員了一大堆這些演員 臨時演員在那邊 像蔣經國以前一樣在那邊親民 什麼時候了 另外一個解題 我覺得習近平他所以會難尋 各位大概都忘掉了 在幫美國的另外一個候選人吧 這深東極西啊 兩個是哥們好 他看民主黨這個對不對 有點好像失智失言狀況連連 那習大大現在多露臉一點 至少可以讓川普啊 這小怕假的轉移焦點 所以外國媒體 你看那經濟學人 就一整版 一整版就披露 你看 你不要以為說 美國的選舉只是 這個民主黨共和黨在修台 台鞋 今天我也插一腳 所以內航人就要看門道 尤其是這個拜登 拜登啦 拜拜 拜拜啦 不是拜登 美國總統的事喔 待會再繼續請教溫大哥 剛才講到 為了因應這個台海的情勢 要請教邱委員的是 因為最近很多 尤其是這個 非常 應該說 可能接近要去當兵年紀的男生 都會很緊張 就是國防部呢 現在有在說啦 規劃明年開始的教招 改為一年一次 延長為14天 而且昨天新聞又說 傳出說可能規劃年限 這個教招的這個年限 可能要從8年 延長到15年 現在國防部是朝這個方向 來做計劃嗎 我的評估是這樣子 中國現階段對台政策的主軸 是文攻武嚇 文攻我想 這個慢慢是 變成一種超現實化 慢慢變成一種戲劇化 所以 大家 很容易把它當作笑話一詞 大家會認為說 他的文攻對台灣的人 也是一笑自之 基本的 我們就戰略選擇 基本上不用隨他起舞 文攻武嚇是兩馬之事 文攻 大概已經到了極限 大家已經看破手腳 武嚇的部分 是超知在他們 對 所以武嚇的效果 會強於文攻 對 我們就怕擦艙走火 對 我們為什麼 他會用這種 高強度的基建的騷擾 常態性的演習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先要分析 他為什麼做這種戰略選擇 現階段 你要分析他所面臨的 當前的中國的戰略環境 好 我們先從最小的層次 從美中台戰略三角 美中是戰略敵對 美台是戰略合作 然後台中是戰略敵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明顯 這個中國已經變成美台之間 要共同打擊的對象 所以他必須要在這個 格局裡面他要突破 他要去改變 不利他的戰略格局 再從印太格局來看 印太格局 民主聯盟已經未然成形 包括五眼聯盟 所有這個包括印度 包括澳洲紐西蘭 這些民主國家 都在形成一個圍堵中國 在亞太戰略地區的這個態勢 所以他必須要用 比較高強度的軍事的作為 來打破他在印太格局的僵局 以全球格局來看 還面臨到這個全球中國 形象的大壞 武漢會員 再加上他的經濟力 受到美中經濟對抗的這個傷害 所以他經濟力大不如全 所以他戰略格局 是非常的這個險峻 好 這種情況之下 他只能選擇用高強度 高密度的這個 所謂武漢 武漢當然受害死最大 當然是台灣 會形成什麼戰略影響 第一個 會壓縮我們戰略反應的時間 因為你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到底是真的來假 會壓縮我們戰略反應的時間 另外 每天都來的話 常態性 今年累月 會弱化我們戰略判斷的精準性 到底你來 現在是要打還是要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按照這個邏輯 所面對的戰略挑戰 我們必須去研理 所謂的國防戰略 所以蔡總統的國防戰略很清楚 她的主軸就是這個 從城後阻決戰境外 所以用不對稱的戰略 來執行國防戰略 從城後阻決戰境外 所以 國軍戰略分兩種 一個就是武器 另外就是能力 武器當然 國務院跟美國大力支持 武器大概高性能的飛彈 是很必要 包括有嚇阻性的火箭 多管火箭 還有這個錄像型的這個 所謂飛彈 對中國有嚇阻效果 你如果敢打我 我可能可以 飛彈可以打你的北京上海深郡 所以就有一定的嚇阻效果 包括這個水雷 智慧型水雷 這些都是決戰境外的 武力的相關的需求 另外一部分 戰略展現在能力 能力包括這個後備制度改革 包括這個叫招簽數的增加 包括叫招次數的增加 包括這個除一年限的拉長 好 這是很大的改革 你是整個國家兵役制度的改革 影響不只是國防政策 也影響到這個社會 也影響到這個經濟 所以是非常重大的議題 我們先去做評估 如果這樣子的調整 會讓這個後備軍力 從百分之五十 假設 百分之五十 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當然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設法 因為人力跟武器 是我們決戰境外 或者是戰勝敵人 最佳的一個方式 如果假設我們評估出來 把天數延長 把這個次數增加 把密度頻率增加 它的戰力提升 如果是百分之五十 提升到百分之六十 只有百分之十的話 可能我們要去做更精密的評估 當然國安部有這個方向 但是要怎麼去落實 我想需要形成 這個因為是國家安全問題 應該形成大家的這個全民的共識 如果大家有共識 我覺得應該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去執行 所以這個武力的提升也好 然後能力的這個提升也好 都是未來要保衛國家安全 保衛台灣主權安全最大的利器 所以我是支持國安部的方向 但是怎麼去執行 我想是需要這個更多的調研 更多的研究更多的評估 之後才能夠很完整的上路 真的 不過重點就是我們台灣人要團結 也要對我們的國軍有信心 好 我們稍微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來看 這位真的是狂人 美國總統川普真的好狂 十月初才確診 今天已經回歸選戰 他跑到佛州去造勢了 而且他還說 他要親吻在場的每一個人 好 川普的病情真的沒事了嗎 我們稍後回來 一次來看看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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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舞廢隔離 住院 凱旋復出的川普 輕鬆附上舞台 向支持者扔指口罩 展現自己的精氣神 可都是在最佳狀態 我通過了 現在他們說我病毒 我感到很強勁 我會進去那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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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彌附因五費耽擱的肇事活動 川普12號展開忙碌的行程 第一站來到佛州 川普抵達前七小時 已有大批支持者排隊 就位見上川普一面 他很強的 我們都很興奮看到總統 川普一現身支持著各個高局手機 捕捉川普的一舉一動 現場一片鴻汗 支持著無懼病毒 只求為川普加油打氣 川普也熱情回應 表示他當選的話 經濟會衝高 生活會正常 重申大家都能享有 和他一樣的五費治療 白宮也在佛州造勢前 公開醫生的診斷 表示川普連續數天的快塞 結果都是陰性 顯示川普不具傳染力 川普在佛州 以1.2%的差距 顯勝希拉瑞 付出首戰 來到佛州 希望能複製勝利 去留白宮 我們來看到川普呢 他其實呢 在10月1號 才染上武漢肺炎 好我們這個圖卡上面所寫的時間 都是用美國時間來計算的 好10月1號染上武漢肺炎 住院真的住沒幾天就待不住啦 跑出來呢 好在車上 向民眾這樣子揮揮手 到處趴趴走 好後來5號呢 馬上就出院重回白宮了 那出院第一件事 川普真的是狂人 馬上把口罩脫掉 讓現場的媒體拍個夠 好10月9號的時候 川普就非常自信說 他已經全部都好了 說他還想要捐血漿 讓大家來研究一下 好那最後就是剛才 大家所看到那個畫面嘛 他到這個佛州去造勢 告訴大家 他要親吻在場的每個人 先來請教這個乙姓委員啊 就你對美國人的了解 美國人真的吃川普這一套嗎 我必須要說 其實我們對美國選舉啊 他真實的狀況 其實絕對不會像我們 在這麼遙遠的地方 所感覺到的啊 我這兩年經常在美國待啊 他已經成為一個相當對立的 一個社會 所以彼此間的訊息啊 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同溫層傳播 然後彼此對於事實的這個看待啊 也高度的在對立的一個立場當中 他們同溫層也是很厚的 可以這麼說 然後我必須要去提醒 有幾個值得這個外界啊 可以參考的一些現象 就是目前啊 川普總統他的民調跟拜登啊 啊 候選人的這個民調啊 其實他們之間的差距啊 其實呢是很接近的啊 是 那並不屬於外界所認為的說 拜登的這個領先有這麼的大 那甚至在一些比較大規模的 這個累積型的一種 民調的統計裡面啊 可以看到在選舉之前的 像現在啊 還有這個三個禮拜左右的時間啊 那麼拜登呢 雖然overall來看是領先川普總統 可是他現在領先川普總統的這個差距啊 如果跟四年前比較起來的話 會發現四年前 希拉蕊當時在同一個時間點領先 川普候選人的這個差距啊 可能比現在還要大 所以在四年前的情況之下 在一個民主黨領先的 民調的一個情況的這個狀況下 那麼希拉蕊最後還是輸掉這場選舉 而當時呢 川普總統他民調快速上升的時間點 其實是在最後的兩個禮拜 而現在事實上 選舉都還沒有進入到最後的兩個禮拜 而拜登的overall的領先的差距呢 事實上還小於四年前 希拉蕊所領先的一個差距 現在呢 四年前川普總統他只是候選人 沒有主導美國政治的權利 四年後的今天他現在是 現任美國總統的時候 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權利 所以未來這兩三個禮拜 會有什麼樣的十月驚奇 事實上我們大家 都沒有辦法去做預測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其實要審慎的來看待 美國總統選舉的一個結果 來 溫大哥怎麼看 川普現在很有可能要上演十月驚奇 他跟拜登的民調差距 已經越縮越少了 拜登只要不再失言 比如說他選總統 他錯覺他在選選委員 對 在選參議員 所以從漫畫 政治漫畫我覺得蠻有趣的 政治漫畫 你看這個把川普行錯 白宮好像是危機不住 不要進去 川普來勢洶洶 大家畢之為恐不及 但是另外的真實的報導就不一樣了 真實的報導就感覺到爭鋒相對 而且川普的這一種戲劇張力 我覺得他大概過去他拍過聯繫劇 所以他對這一種張力特別有感 你看在白宮叫了四千多個人群眾過來 這個場面不得了 然後他剛剛造勢場合 還說希望對每一個人Kiss 那還得了 這個如果說站在陳時中立場 那還怕死人 對 但是選舉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最後的衝刺 尤其是關鍵的那幾個搖擺桌 剛剛提到佛羅里達 佛羅里達其實過去 也是算是歐巴馬 當時跟小布希這些都在爭執 那共和黨因為老布希的兒子 在那邊當過州長 所以基本上大概共和黨 比較佔優勢 但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你只要有一個閃失 大概萬決不復 我們從這個中共他們對於世界各政黨的衰敗根源 他們特別針對的當然是共產黨 你看一個蘇聯當時多大 華德的德 這蘇聯集團在土奔瓦解的時候 超乎大家想像之外 美國是不可能的 美國這個共和黨 畢竟在商言商 然後他中美貿易戰也罷 或者是說南海或者跟日本 乃至於跟印度 他現在我覺得還是以老大哥姿態 然後對民主黨過去犯的錯 民主黨其實我們一直以為他對台灣蠻友善 後來當很多這一些美國的文件解密之後 才仿然大悟說 柯林頓為何把台灣賣掉 這就是雷根 他的六項的這個承諾 就上海公報 以前都好像大家都是摸石頭過河 後來AIT就直接把對台的這個六項承諾 全部公佈 一公佈 原來如此 共和黨從雷根開始就是對台灣非常友善 所以引水失言 我是覺得說 現在包括在美國的這些台灣人 或者是我們這邊 我們當然不願意選邊站 但共和黨確實對台灣 尤其在面對中共的這種霸凌的時候 他常常在後面派飛機過來 派船經過台灣海峽 好 你如果都要給笑 我跟日本從現在開始 倒數剩下二十天要投票 五萬大軍就在東海船在等 你如果要給笑 大家來啊 引蛇出動 我真的我覺得說中共 你合大力打一次 這樣大家才知道輸而已 你是紫老虎嘛 紫老虎就要自己認清自己的角色 就要給笑 放到川普這種小人 插蛋了 其實現在美國總統大選 大部分的民調都還是拜登領先 不過剛才溫大哥有講了 那這次要繼續拜登 繼續維持現狀 不要再失言 可是偏偏他今天又講錯話了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繼續來分析 選總統選議員 傻傻分不清楚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前往惡害俄州造勢 口誤又成焦點 你可能會記得 我當我們在攻擊 那個參議員 那個州長到底什麼名 連2012年曾經交封的共和黨大佬羅姆尼 都叫不出來 尷尬場景被對手川普總統見縫插針 推文大酸愛困巧今天特別備 還說如果自己犯這種錯 那就是失格 但是因為是拜登 他只是愛困啦 拜登頻頻口誤鬧笑話 10號在冰中的造勢更尷尬 本來要說你盡力了 怎料一字之差就歪樓 事實上拜登已經不是第一次搞錯競選職位 甚至一度叫不出前老闆歐巴馬總統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拜登 我為美國議員 我為美國議員 因為他們逃避了另一個國家 尼管拜登 尼管拜登目前在大部分民調佔優勢 不過民主黨依舊戒甚恐懼 因為想當年川普對決希拉蕊時 民調同樣看壞共和黨選情 結果卻跌破大家眼鏡 這次會不會重演滑鐵爐 民主黨實在很焦慮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真的誰都猜不準啊 非常精彩 先來請教這個明玉潔 因為現在川普 染疫之後 他自己認為他康復嘛 雖然他氣勢越來越旺 可是反觀他的對手拜登呢 卻在造勢現場連連出糗 連說要選總統 也不小心講成說要選參議員 兩個層面啦 第一個是健康問題 就是川普他就是很快的出院 然後又把這個口罩拿下來 然後他還說什麼 他可以親吻大家啦 說他已經免疫啦 哇這聽到真的挫死了 因為連這個推特啊 都把他這樣子的言論 趕快就封鎖 還標註說這是一個不安全的 因為事實上 就是說以現在醫學的這個報告 雖然說他康復有抗體 可是你不知道這個抗體 可以維持多久 而且會不會二次染疫 那所以這個他的這個言論 還要擁抱大家 那這個當然是不行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不戴口罩 因為我們曾經講過說 美國就是崇拜強人 這個英雄主義嘛 所以他要展現說 他很健康啊 他可以繼續帶領美國 那問題是說 這個就是說戴口罩這件事情 也是這個 他的對手拜登所提出來的 他也建議就是說 川普如果說可以戴口罩的話 美國這個確診人數 立刻少一半 可是就是對美國人來講 我就是說我去看他們的這個研究 為什麼美國人那麼不愛戴口罩 第一個就是他們覺得是宿命論啦 反正如果我得病的話 這是上帝的旨意啊 那這個也沒辦法 天注定 對天注定 那第二個他們認為說 這個不能強制 因為他們就是很強調人權 你不能強制一個人去做某件事情 他們認為說如果你是強制戴口罩的話 這個還是違反這個自由的意志 不怕死就是自由最重要 所以就是基於他們美國人這種個性 所以就是川普應該是比較迎合這一方面的口味 那當然說拜登就是比較屬於這種這個防疫措施的 這個這個就是美國為什麼這個確診人數高居不下 當然領導人要負很大的責任 那我最後要來講是說 因為這一次的選戰非常的詭異啦 因為畢竟美國的選制還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就跟2016年大選 雖然希拉蕊在選前他的民調都一直非常高 然後一直這個領先 可是最後他的在選舉人的這個票數 他還是輸給了這個川普嘛 所以他們選制的一個關係 那現在看起來喔 這個川普他現在要贏的方式 他大打外交牌 好就是如果說你要轉移這個內政的焦點的話 那內政他當然有寄出啦 譬如說他補助這個航空業啦 就是說這個補助啊 就是說這個單方補助嘛 那這個想要提振經濟之外 那他現在我覺得他就重點是擺在外交牌上啦 譬如說他包括中東這個部分 他就說阿富汗的駐軍啊 美軍在這個聖誕節前就可以回家了 那最新的一個消息是說 連北韓的金正恩都渴望派他的妹妹 金與正十月份去訪問美國 那他們認為說 這個現在這個外交的專家就認為說 是不是北韓金正恩 有意的在某方面在押保川普 所以對川普來釋出善意 那也代表說喔 這個川普的外交很強 他不但可以搞定中東問題 因為哇這個40年的這個和平協議 也是在川普的任內 這個可以達成嘛 這不容易的一個中東停火的一個協議 那如果說他中東問題可以解決 那這個阿富汗駐兵 美軍可以回家過聖誕節 再加上朝鮮問題 哇他也可以解決 那是不是代表說喔 這個金小胖已經押保了 某方面押保川普 希望他可以繼續再帶領啦 我覺得 就是說在這方面可以再看一下 來這個不怕死喔 不愛戴口罩 美國人最後會怎麼選擇 川普這個 這個顛覆了很多傳統的政治觀念跟理論 這個我一直以為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狂人 連民主國家也會出現狂人 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很多的作為啊 你這次藍役是一個選戰的一個轉捩點 他意思就是說他戰勝了這個武漢肺炎 戰勝了另外還一直戰勝了這個中國 這兩個意涵 那馬上他就會跑到搖擺州 八大搖擺州他馬上就去佛州 如果搖擺州都會贏的話 我覺得他會逆轉勝 加上他的對手 他可能成功是建立在別人的事務上面 所以如果拜登這一連串還有十來天 一連串如果再出錯的話 我想這個民調會越來越近 所以我很難想像一個總統有那麼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是只有一般人都認為總統應該是謹言盛行 這個因為他的所說的每句話 所說的每句話都會影響到國家人民 可是他是充分實現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 所以委員認為川普會逆轉勝 聽非委員怎麼看 其實如果依照四年前的民調確實是如此 因為希拉蕊跟川普在前一個禮拜 我們以前一個禮拜的民調 九份民調說希拉蕊大贏 然後就一份民調說川普贏 所以其實在整個結果就是川普贏 所以如果依照這樣的一個局勢來看 其實就像剛剛以信所說的 川普跟拜登現在的差距 是比當年希拉蕊跟川普還小 所以如果依照這樣的一個邏輯 選舉人的這樣的一個選舉模式 其實川普他贏的機會非常大 而且行政權在他手上 他未來再從外交 甚至他還要減稅喔 所以從稅子